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依稀世情才干丁,又被风吹别吊钟 古诗有这种说法 那那个晋朝的陶渊明 他字号吴吕先生 他这个人其实很性格 他经常谈那个无弦琴 就是那个琴没有弦在上面 他假装会谈这样 其实他不懂音历 但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潇洒的文人 其实他也是落魄的文人 他说不会无毒,无斗门折腰 前前是乡邻小人 所以他就回归到田野 但是他突然发现 原来田野夏天工作也是很困难 各行如各山 但然后来慢慢习惯了 结果觉得还好 所以讲到这边我就想到说 像那个现代的西洋 有所谓的空气吉他 就是有的人甚至只拿一把哨把 空气吉他 就是in the air 就是那种气氛而已 根本没有真的吉他在那边 就算有支吉他也没有弦这样 对不对 拿了哨把 甚至拿了哨把就摆姿势 摆很creddy 很疯狂的姿势 很像庞克风的punk 庞克风这样 就西洋热门一灭这种 西皮风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说 不带淘渊明其实 是这种空气吉他的祖师爷 那这个 觉得很有意思 想不到这个 进朝的人 他已经走在现代人的线端了 那当然 其实有时候 职业的歌手 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唱歌很好听 说实在有时候只是stelio 那种音响 设备好 麦克风好 麦克风的音效很好 对不对 那如果是他轻唱的话 跟我们这个业余的来比的话 可能只我们 赢我们一滴滴而已 不是赢很多 甚至有的 不会赢我们 是这样 当然我唱歌不是那样 我是业余的 不过我觉得 爽就好了 那 这样 开个玩笑 如果我们这个歌声 听到某个人的歌声 或是他的琴音 或是那个 销声也一样 销声总断场 二十四小名夜夜 一人何事武 交随销 我突然想到杜牧的诗句 突然转高亢的话 那表示呢 屋外 这个屋子外面 一定有盖世英雄 或是结代美女 在那边偷听 窃听 所以呢 我们就要赶快出去 跟他们相会 好出去 看一看 如果你走到这个门外看 没有人 很奇怪 我跟你讲 有的 盖世英雄跟结代美女 其实也是个性内向 所以你要在那个墙角 住着旁边稍微找一下 因为他有时候 他避免见到我们 这些环乎俗子 不想跟我们见面 所以找找看 找找看 搞不好就可以找到 如果你一找 根本就没有 只看到某个路人甲 这个路人甲 普通 看起来很普通 那你也不要介意 就跟他相似一下吧 互道尊重 其实人很难讲啊 十年何东 十年何西 胭脂路人甲 你看到他 只是一个路人甲 不是盖世英雄 你怎么知道 他如果哪一天 走过一个桥下 突然这个桥上 有一个老翁 掉了一只鞋下来 他刚好捡到 他就 老太爷 你的鞋子掉了 丢还去给他 这个老太爷 想一想 好 丢一本书给你 他一看 哇 上古兵法 他就拿去研究了 跑到一个山道里面 研究几天以后 研究一两年以后 他出来以后 变成一代军师 甚至变成 那个 伟大的政治家 也不一定 当然的笑话 如果你看到了 是个女生的话 只是一个村姑 也不要伤心 因为这个 村姑也有可能 会变成结代美女 如果她现在开始存钱 对不对 存个几十万 然后到韩国 去整形一下 花点钱这样 他早会也再减肥一下 过几天以后回来 就变成结代美女 所以不要 看不起路人甲 或是村姑 你如果到屋外去看到的话 遇到他们 也要跟他们相似 一笑互道尊重 然后给自己 留个推路 也给对方留个推路 未来大家也是 可以相见的 当然那是开开玩笑 只要让人大力 在他讲一大堆 就在这边停了 越讲越离题也不好 总之就是什么呢 唱歌不一定好听 一膝四起才敢听 对不对 古人有讲的 就是爽就好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 尤其我们是业余的 就是爽就好了 你要唱歌 吟诗 作对 或是填词 也是一样 堂诗 送诗 随便你来 或是打游诗 都可以 Anyway 总之 爽就好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使花让人 在此以各位 共同失所思 敬祝各位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我准备 我准备 问我 我准备